大家好我是菜刀 今天要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期这个新的游客视频 也就是我们的欢乐国战的新的一期视频 然后不多说废话 直接上录像 今天这局录像呢还是有几局特别好玩的 我们先看第一局 第一局录像的名字叫做真正的躺赢 真正的躺赢 就是说真正的躺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真的真的真的什么没有干都赢了 那么主持人来自于我们这个九区斜斜连环 叫做操一区的朋友 一游八的朋友发给我们录像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这名字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们直接也是四倍速走起了 因为这一局游戏很好玩啊 然后我们大嘴田风直接双亮开设 不看坑恐龙吗 然后这个主持人这手牌感觉躺不住啊 那么录像名字是真正的躺赢 难道主持人这种情况下还能躺赢吗 然后我们拭目以待啊拭目以待 然后原来说这一局是没有假许跟恐龙的 假许跟恐龙都带我的血线花 所以说我也不虚 然后 雷杀 国家之王 桃源结义 因为自己这个血线比较低啊 太小天了给自己回击什么样的问题啊 好的射死了一个群手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 袁绍前锋射死了吕布以后 这个呃 崩了一滴血 然后这个射这个三号尾冰死 摸了一张牌 他当时死剑拆了一下八号尾 三号尾冰死又摸一张牌啊 然后我们的三号尾冰死又摸一张牌啊 然后我们的三号尾冰死又摸一张牌啊 真的没想到 然后人头牌两张牌 然后这哥就冰死 这样的话我们的最后一名玩家什么都没干就赢了 八号尾啊 什么都没干就赢了 大家注意一下八号尾是谁啊 真的是黑不动啊兄弟们 真的是黑不动啊 这名玩家那个飘逸的发型啊 大家一看都知道 我们大群群的吉祥物啊 吉祥物真的是 真的是吉祥物啊 真的是什么都没干就这么赢了 非常牛逼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局录像 下一局录像跟这局录像略微有点类似 总之跟大嘴有关 但是大嘴不是主角的一个录像 主持人呢 选择了这个张角周氏啊 然后我们也是四倍速走起啊 二六区叫做AOZO寂寞的朋友发给我们录像 然后我们看下去啊 色彼速啊 特别好玩啊 特别好玩啊 兄弟们 真的特别好玩 大嘴 吉祥物与此 看灯爱刚才不出来啊 这大嘴放箭 灯爱掉起来都不出来 吉祥物与此 一致四伏 哈 这灯爱不反馈啊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你们看懂 我们一听到手残点错了吗 这样的话我们的大嘴呢 就射死了这个甲曲 然后鲁奔射死张角鲁奔射死庞德鲁奔 然后射死大乔 最后又射死了一个 炎莱文丑 炎莱文丑表示 炎莱文丑表示 我去好他妈无语啊 这你妈也能也呀 然后这哥们离线了就赢了 其实被射死了 反而是一件好事对吧 被射死了 反而是一件好事 不像上一局啊 被射死了 但是没有被带躺赢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去 这个大嘴祝东吴啊 依然是跟大嘴有关 但是大嘴不是主角的一个录像 主事件是来自于我们酒区啊 选这个这个集一鸣鸡的朋友 发过录像选择了陆迅 选择了这个学胜小乔啊 然后老诸葛非常风骚了 抢了手链 然后搞下家 下家这个不是蜀国啊 男蛮入侵 杀 杀 杀 鸡骨于此 已至四方 上来 皮鸣也不是魏骨的鸣 不是什么身份啊 大奶 肝宁大奶 留得良田在 何仇不破亡 鸡骨于此 已至四方 肝宁大奶是非常悲剧啊 被搞得 作为一个小boss 被搞得很惨啊 这种组合晾出来的话 是有嘲讽的 真的是有嘲讽的 大家都是不能忍的 上将攀缝啊 这么拼啊 这么拼啊 杖八失望 拍八卧阵和那个 拍八卧阵和那个 五六箭都要打他 全都去死了 龐德说 为什么想打孙上香 因为孙上香是女的 或者说打孙上香比较少 我的大嘴前方 又来了 又来了 留得良田在 何仇不破亡 全都去死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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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的重量 率先死去啊 然后香香也是 古怪了 然后奶大就必须死啊 真的奶大必须死 然后主持人非常机智啊 没有亮将 没有亮将 这是对的啊 这会儿你亮将感觉赢不了啊 看看等一等看有没有更合适的机会啊 不要亮啊 不要亮啊 不要亮 有桃子不要亮啊 有桃子不要亮啊 然后这时候袁绍救了一只点 不知道为什么啊 可能害怕鲁奔 然后这个 这个独菜 丢蝉啊 然后老板之王啊 然后我们这个 谈死 这个其实应该谈潘凤吧 救我原家啊 但是这个谈袁绍的话 潘凤也会被射死是吧 就搞得跟体力游施一样 普安嘴面真的是啊 四个群雄啊 四个群雄啊 四个群雄主持人要这么赢啊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这MVP是大奶啊 这大奶也是 表示 躺着也能当这个MVP是吗 特别犀利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车路向 也是跟大嘴有关 但大嘴这个 大嘴这个武将呢 并不是完完全全算一个主角的一个录像啊 叫做连弩的 填封大嘴 别有一番乐趣 大家以往见到的填封大嘴呢 都是这个一顿猛操啊 一顿猛射啊 射翻全场的射死队友也能随时起来 也能赢的那种局 但是这一局录像呢 是这个跟连弩的有关 他跟大嘴的技能发挥的并不多啊 主持人来自一区的无骨功能的朋友啊 但是这一录像就是在直播的时候 我自己打的一局录像啊 我等了半天啊 就没有等到等甲雪跟着河太后啊 雷公中的大事 唯我所控 然后上架好像是个小乔啊 有个疑似 有个疑似小乔的毒条啊 教主也是没有闪了 没有闪了 远交进攻 杀我上架 因为上架是小乔 我害怕我射一发 我害怕我射一发 然后他弹张脚 张脚掉一滴血再弹一下 把张脚弹死了 所以我盯上架 他没有弹张脚真的很开心啊 因为如果他弹张脚的话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我不敢乱射到现在 然后这样的话 小乔已经没有牌了 我就可以射了 人家手上有个桃 就在张脚掉一滴血 小乔就算有牌了 他弹张脚我也能救一下 对吧 这时候暗点呢 就是已经顾不上了 暗点有群雄的话 我也是没办法的 小乔表示 我就是不弹教主 然后继续杀小乔 继续杀小乔 小乔没有天香了 反正挂连弩 挂着连弩速杀也是无所谓的吧 挂连弩速杀也是可以拿牌啊 相当于只是制衡了杀而已 就是吧 相当于只是制衡一张牌而已 然后我们就是 真的是别有一番乐趣 他根本真的是 这个基本上就是靠这个连弩或圣道 你不敢直接放就好了 这点不敢直接放啊 因为这四块问题是救过草皮的 所以说跳舞飞群啊 小乔没有直接挂领组吧 杀死就可以了 小乔表示 没办法 神将吊荡黑不动啊 什么都不干就赢了 二十四张手牌的草皮 就毁败了 别有一番乐趣啊 这些录像也许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看点 就是告诉大家田丰这个武将 其实挂联弩还是非常犀利的啊 真的挂联弩也是很犀疑的 然后我们大家看下集录像 下集录像是战术性救卫国 然后一个男蛮入侵 差点放死六个人 然后主持角是来自一区五分灯 当然也是我 在直播的时候打的录像啊 我选择了贾雪跟吕布 这个犀利的组合啊 然后骑手的手牌还不错 对贾雪来说非常不错 这一队看到了队友啊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队友 就是大嘴啊感觉就可以点亮为幕了 因为大嘴有可能会射 然后大嘴被杀了 那射的概率可能就更大了 而且没有手量 但是手量被都爱草了 这个大嘴老板啊 直接双量 然后发工资啊 牵远跳进攻 真的好坑地啊 放了一发啊 然后司马懿跟那个大潮亮跳了 都爱这个神速大潮 谁站到先机 谁就胜了 然后六号位 珍姬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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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大家注意一下 鄧爱我感觉还是有一个条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我救了一下司马懿啊兄弟们 真的我不管鄧爱有没有条 我就一下司马懿啊 希望这个鄧爱 希望这个司马懿反馈相相啊 这样的话我又乱舞一个男帽儿心啊 而且他不知道我不是卫国的 司马懿好像是个月镜感觉 是吧 这时候我们晾将啊 先乱舞啊 四马一手上不是杀啊 如果四马一手上是杀可能更好是吧 或者四马一手上是个桃酒 是最好的吃个桃酒 刚才手上真正是九十名九 刚才火攻过 掉鞋掉鞋掉鞋 然后呢杀一条这个孙权啊 杀一条孙权啊 然后再放南茂青 这样的话一气喝成了啊 一个南茂青打死五个人 特别爽啊特别帅 这个我的菜鸟队友 马腾跟袁肖看的一愣一愣的 真的 就马腾袁肖打得很菜啊 直接双量开工资的 人家里跟我可能反而就是很菜的 大嘴说卧槽 这你马也可以啊好牛逼啊 如果当时我有一个桃 其实 当然我不能就 有一个桃的话乱舞可以救司马一的 其实但是你要为了装逼的话 可以乱舞的时候可以救下司马一啊 乱舞司马一掉血球死的时候 就逼死的时候救下司马一再放南茂青 装个逼啊 也都是可以的 真的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这个非常犀利啊 然后再给大家看下局也是跟我们的假许有关的一个局啊 主持人呢依然是来自于这个175股风筒的这个我啊 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打的一个录像啊 这局游戏 选择了假许跟何太后啊 这个局是一个非常大的劣势啊 劣势局也要翻盘的局啊 但是这局也是也算一个反面教材啊 告诉大家一个细节啊 不要太不要坑啊 有个人说怎么坑了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我作为一个八号位的假许啊 手上两个桃子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保住命在说 张河 抢了手量 然后这个四号位拆了一下张河 顺了一下张河 小忠格 杀了一条张河 然后我们看这个 这个五号位借刀杀这个张河啊 这跳了一个非位啊 感觉也不太像鼠魔的 终于亮将 七号位 七号位挂了个连弩没有动啊 非常非常低调 丢头的应该也不是卫国的啊 还丢货柴丢乐啊 这一号位乐乐要下家啊 不知道什么情况 然后我们看张河 头牌 然后下一马 关羽这个表示这个卫国人什么东西 必须弄死 非常仇位啊感觉 杀火杀 关羽在此 尔等受死 如等看好了 顾余的刺砍 缓箭 张河 顾德拜 杀豪闪 手牌一出了 杀了 这也没有什么态度的问题吧 剩下的几个按键都没有动啊 太极深了 这个二号位 自己也看了五号位 已经九杀这个关羽啊 感觉应该是看到了这个五号位的队友啊 果然啊 徐胜啊 徐胜 然后 刚才眼睛的时候一号位打了一张无线 可见一号位不是无啊 这是大师干年亮将啊 震毒了呗一下 其实我既然敢震毒他 就说明我肯定是有闪的 不怕九杀 我不怕九杀啊 真的是不怕九杀 我肯定有闪 没有闪 我不可能震毒你的 对吧 我觉得这些非常简单的东西 当然我有甘宁啊 我有这个假血 不害怕甘宁 其实大师这张杀 感觉出的不好啊兄弟 因为我 你这张杀留着防烙 我是不是更好 小猪鬼给我打了一张无险可击 大师没有 这运气非常好 神抽 我摸一张南面青 你说说大师如果没有刷得好 又可能把大师给玩刷掉 大师刚才你不要因为你被震毒了 你就说啥 大师真的好坑逼啊 大师长得说实话 这屌样是吧 哈哈 好了跟大家开个小玩笑 确实大师的皮肤 圆满皮肤都得丑啊 然后我们放咱们儿亲啊 雕虫小 还好外面没有无险可击了 就小猪鬼一张 那草野掉血 然后现在的话大师就 由于自己啊不留杀啊 就这么坑爹死了 然后我们代劳一下 代劳一下 有一张火功 而且凑一下画色啊 少一个方块 少一个方块 感觉大乔有方块 概率不高啊 大乔有方块的话 应该是会那个留 应该是会用作人的 我们留个简易码 留个简易码 感觉留两个桃子也没有必要 这一个假取核待货 而且能逼越三张牌的 一会儿 因为有这个 因为有这个叫什么 气断啊 就尽管放马过来 带我 赵无凶入宫 谁敢不强 然后这个乐天过了 乐天过了 当时我就学到 我们已经有能力 这个担心了三个人 直接震毒了一下 希望李不教材有杀 希望李不教材有杀 能够九杀一下 赌 希望也不要 希望那边不是周泰啊 在那边真的是周泰啊 真的是周泰 然后李不教材有个顺 因为我放了关键 感觉非常犀利啊 这真的是 我放了一个南马尔辛 放了一个乱舞 然后李不教材 放了一个南马尔辛 能够起发 这无国感觉是分身中啊 就这么崩了 真的崩了 这样的话 真的是大无国啊 就两个人动啊 四个无国啊 状态还非常好 就这么崩了 真的就这么崩了 所以这个崩 崩的根源是什么 根源就是大师没有留伤啊 大师留一张杀 其实 其实这局游戏 感觉无国的赢面就很大 兄弟们 感觉就很大了 虽然不一定能赢了 但是感觉机会就很大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集的项 叫做 李让加代劳 当然是加两个代劳 再加双雄等于赢啊 这个玩家给我发的 立入录像的名字 就叫做 李让加号 两个代劳 再加双雄等于赢 相信大家看完这个名字 就知道这一局游戏发生了什么了 但是这一局录像呢 不算特别特别的精彩吧 但是这个录像的名字 特别 特别好玩 而且这录像名字呢 确实让大家 一看名字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个说明这个玩家的表达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因为这个录像的名字呢 表达得特别清晰 特别明了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录像给录用了 也是希望大家呢 能够这个 如果你想让你的录像 没有录用的话 尽量起一些让观众们通过你的录像的名字呢 就能够看到很多很多东西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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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像 这样的话我可能也会比较喜欢啊 然后主持人来自378区 叫做人生易如品牌的玩家 发给我的录像啊 然后我们也是这个4倍速走起啊 然后录像上啊 产了个手量啊 硬杂取恐龙啊 感觉也不害怕被杀 当然也没有人杀的啊 只是想顺防具一下 一马手防具什么 但是并没有啊 这个范围阵队并没有啊 比如说顺一下 这个被乐的哥们啊 欺负一下他 这个局好像没有什么味道 好像基本上都是三写不卖的 这局 基本上都是三写不卖的 基本上三写的都是不卖的 就是不知道都是什么身份啊 没有什么人动啊 大家都很低调啊 好像都很低调的样子 看有没有谁会率先那个亮出来 这个小胖胖亮出来了 小胖胖这个配音啊 我一直都挺讨厌的 叫什么嗯打打杀杀 真没意思 就那个嗯那声的配音 当然有的人觉得很萌 但是我不太喜欢 不知道为什么 个人那个 个人习惯 就感觉这个配音配的挺 挺令人听得不喜欢的那种感觉啊 好吐槽一下 小胖胖这个武将的配音啊 我们继续看排局啊 然后这个还是又变成了一个 腾光啊 因为借了吕蒙的联络 然后这个火宫那个暗战基本上就打刘善的 不管是不是吴国和蜀国 最起码跳的是非术和非吴啊 然后那二号位离线也没有回来啊 然后刘善说好寂寞呀 刘善你还寂寞吗 你不是一个小朋友吗 小朋友还那么寂寞 这个刘善看到了八号位 然后这个杀这个甲鞋去刮八号位啊 这八号位可能就是一个偏群雄的身份啊 按照路人的尿性啊 一般看到群雄才会这么冲动 然后果然啊 就是群雄死亡 快来你我等群雄死亡 然后又有一个善良 看到了不该看到 然后就死了 知道的太多了对吧 知道的太多就死了 然后徐晃呢也是量将了 冰上了文仇 乐上了甲鞋 大桥 火宫 但是并没有乐 并没有乐这个 前两个小孩 他昨天也被冰了 然后老板表示 犀利的一拨工资啊 但是 杀这个这个 林宪的 杀到队友独菜啊 也是热了狗啊 然后老板表示 不玩了 他妈的脱管了 其实不用这个样子 兄弟知道 看还是很有机会的哦 快来与我等 决一死蛋 而且那个赖导的时候 这个田空还能死 田空还能开牌啊 更犀利啊 田空也是有技能的啊 兄弟们 而且这个田空还能随时啊 田空表示好爽啊 这你妈也可以的 军不知臣 臣不知君 快来与我等决一死蛋 田空瞬间标到了五张牌啊 诶 田空这张牌还插了两张牌 强上国家 强上国家 八手牌的情况啊 非常犀利啊 今天是田空啊 这局不管怎么样 还是非常犀利的 非常好玩啊 这个田空 孔融 还有这个田亮文宠啊 技能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也从另外也从这个 还有一个情况来反映出来 就是群雄开场那时候 如果有孔融啊 就是有孔融的群雄开场那时候 如果又一代老 是非常犀利啊 真的非常犀利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下集录像 下集录像就叫做 香香走到哪拆到哪 香香必须死啊 为什么说香香必须死呢 这是我的一个名言啊 就是香香必须死 为什么我一直特别讨厌 孔融香这个武将呢 就是当我不是吴国的时候 因为孔融香这个武将 他是具有 第一他是具有 嚼屎棍属性的 我是特别特别讨厌 具有嚼屎棍属性的人 活到残局的 因为这个结音这个技能啊 他是具有嚼屎棍属性的 所以特别讨厌 比如说三任局有两个 三任局对吧 你是一个男的 还是另外一个男的 如果你去先打孔融香 他妈的他有消机 他一会儿爆发起来干你 如果你先打另外一个男的 你快把另外一个男的打死了 孔融香就说一条来控场 让他帮他卖命 不管怎么样 这个具有嚼屎棍属性的 这种武将我们特别讨厌啊 就是特别讨厌 他们能活到残局啊 比如说像蔡文基啊 像什么孔融啊 刘备啊 话团啊 孔融香啊 这些武将他可能 当天可能不一定有多么恶心 不一定有多么多么的强 但是他具有嚼屎棍属性 就特别恶心 还有就是一点 他有一个这个消机啊 他有爆发 他是一个有爆发的武将 你说既有嚼屎棍属性 又有爆发属性的武将 你说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呢 对吧 然后主持人 这个来自于三七八区教的 小白八话啊 这局 这局做像孔融香就是特别牛逼的 特别牛逼的 原地起爆 真的是起爆能力超级强 所以说孔融香必须死啊 刘孔融香真的是一个祸害啊 教主刘备 然后真机国家司马懿 大boss 真机国家 刘备以为这个游戏是什么军的 不是为我的 然而这个游戏是个新闪的 对对为我的 别吵了 男蛮入侵 杀 杀 张鸟 张鸟吃桃子啊 然后刘备被刮了 刘备 这个张鸟说他妈的 我也不知道有男蛮入侵 这时候必须 这时候主持人家 非常有新娘 亮将啊 大家注意一下 裸摸一张黑条装备 然后起爆了 真的就这么起爆了 特别犀利啊 看一下上家的身份 然后 吴中生有 顺手牵羊 顺手牵羊 这个牌序不太好 应该先用藤家拆出去了 拆出去以后再决定顺什么 拆出去以后再决定顺什么 干死司马懿 上家是个队友啊 收两辆一团牌 然后可以顺一个狮子 或者杖霸 然后把国家的神装给拆掉 很有信仰啊 真的是好有信仰啊 右边拆拆拆 拆拆拆的 就这样吧 这个缩绕枪真的是原地起爆 真的是原地起爆 太Bug了 这种武将 你想想多可怕 我感觉比那个 真机国家都可怕的感觉 摸手 统统联起来吧 统统联起来吧 球 火杀 然后真机国家 其实这个真机国家 感觉是挺悲剧的 身为全库这个 属于所有的boss啊 就这么死掉了 虽然卫国很多很多时候 还是比较害怕 这个疯狗武将干凝倒 然后陆逊这个 钉缝就亮将了 表示我出来夺两下就赢了 对吧 随便打了 真的是随便打了 虽然卫国可以把这个 所有的红牌都赢了 也可取辱性命 看那哥们打了个二号啊 打了个问号 怕什么 有什么好打问号的吗 又不是队友 对不对 你的牌太多了 冰凉寸断 接招吧 然后基本上 你的牌太多了 然后一杀一难瞒啊 一杀一难瞒 笔不貂蝉 这个把自己的笔碎掉 当然这些细节已经无所谓了 这一局录像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组合真的 香香必须死呀 兄弟们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局录像 下局录像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逆境翻牌 这个四个卫国的一个局啊 这个 他的录像名字叫做 这个绝处逢生的一个碧月啊 当然这局录像 我当时看了一遍 我觉得主持人打的 可能并不是特别好 在某些细节上面 但是我们不在意这些东西啊 其中一个录像就是 大家看一看 这个四个卫国啊 真的是火牌啊 特别 这点大火风牌 真的是 就对我们算是什么 什么 并来如山道一样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 车局小色不思蜀啊 车局小色不思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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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两张牌火攻 顶忠贞之志 手牵扯之志 莫再提山君听我号令 不得撤退 塔西贝勒了 然后经济国家啊 大boss啊 样将了 然后八号尾还离开了 然后 五号尾这个点尾下河敦 远交进攻 吃我一击 应该有陶渊结义啊 这么打 果然是有陶渊结义啊 这个点尾打的还是不错的 打的还是不错的 没有问题啊 知道先打那个先动的 而且有一个哥们离开了 感觉他们是不是要赢了呀 终于张飞 已经散了两刀 什么都没干 然后张飞也是放弃了 这时候感觉这个卫国阵容 已经非常强大了 我感觉卫国基本上 已经翻不了盘了 这种感觉 然后这时候李点月 现在吐槽了 要露谁啊 你怎么不露那个149呢 确实应该露149 这149好像是个独裁 看什么呀 我 难不背弃 不得撤退 好像有个独裁独裁 好像 火杀 前尘往事 莫再提起 雷莎 何居小杰 前尘往事 莫再提起 红头 天过 火攻 天下有个神棍的鹿条 感觉好像是假取 雷莎 一亿代佬 绝对火杀 谁能打我 这个角度很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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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虎 大家注意一下 四个卫国阵那撞得不张老 原来是个司马懿 他是个司马懿啊 人家 这两个雷击啊 这两套雷击啊 真的是 这活玩得不错啊 然后 这刀杀人 就这么 两边 打到 四个卫国 什么就这么崩了 就感觉 谁敢赏你 刀杀人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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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死 有容 谁能打我 就这么崩了 就这么崩了 但是 巡运说 当时我应该是多杀一条铝布的 不应该杀司马懿的 对吧 确实是呀 你要打 你驱虎都打开了 你就盯着一个人打呗 对不对 盯着一个人打 不管怎么样 这游戏真的是 当然主题点 神奇的碧月了一张杀 这张杀 柱张角雷击了两次 非常犀利啊 兄弟们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局 也是一个翻盘局 叫做 张合一回合 三男一万 翻盘四群 有的人说 刀哥怎么会三男一万呢 那我们且看此局 主视角是来自于这个 我们二六区 叫做GWH GWH的朋友发表录像 这是高什么 黄什么号的意思吗 不太懂啊 高尾号 感觉好像有点这个意思的感觉 然后这个 夏胡彦跟张合 也就是我们的 国战独条之王啊 他是这个独条最多的一个武将啊 而黄月英非常风骚 抢了手段一顿猛操啊 雷公主啊 雷公主啊 好多蛮有信仰 让你不带白衣狮子去杀啊 这个一定要先带白衣狮子啊 出牌 然后我们这个 角度黄月英啊 主数点也是不甘寂寞啊 那你竟然 那你竟然跟主流谎英 那你怎么杀了他 老板也是脾气非常暴霜啊 不乃和北上将 纯主席 然后 然后 夹曲 打一张狗物线 天下大势 然后七五飞乐 张脚貂蝉 这时候感觉 群群不好强啊 感觉打不过了兄弟们 然后郭佳亮将 给主持人一张牌 然后 这主持人还是比较贪啊 这明显杀张脚啊 这明显杀张脚啊 你怎么能杀颜良丑呢 主持人这刀杀得不好啊 这刀 那肖老板就下车了嘛 又有什么用呢 你看 如果你杀丢蝉的话 如果你杀丢蝉的话 丢蝉可能就一醒了 说不定国家有杀 说不定丢蝉就来了 这个国家一记俩难瞒啊 非常犀利啊 就这样 我等杀佛 谁能挡我 国家这王 国家也是给了你 那时候信仰国家 你没有走啊 在等着那个 虽然这时候吕布啊 吕布 有点做得非常不好 最后一辆杀 不应该杀 因为你杀这一刀 你也杀不死他 吕布说我是话团 我这辆黑杀也没有用 真的这辆黑杀没有用吗 这辆黑杀真的没有用吗 你如果多一辆黑杀 你是不是可能死不了了啊 这吕布杀的不好啊 杀的不好 杀的不好就杀的不好 这红领长驱大将士 真的是两个男妈 一个万剑啊 两个男妈一万 是吧 是吧 当然刚才好像过到了新排队啊 好像是过到了一个新排队啊 就是重新又拿到了男妈 二千 真的是三男妈一万啊 这时候这个贾雪元少 怎么可能打得过 这个下午远章河啊 对吧 这状态怎么可能打得过呢 这个又有点被施的感觉了 对吧 但是都无所谓了 真的是非常歇意啊 这时候也就告诉大家 优势局一定要求稳啊 比如说吕布画团 当时如果少杀一刀 当然也许他们还是赢不了 因为九杀但是求两个桃子 对吧 不对啊 他多一张杀法就能活 他有一个桃对吧 他就 其实这一局就输就输在画团 就是 可能输就输在画团 多杀了一刀 如果画团不杀的话 他们就赢了 全球就赢了 主视角输出就不够了 对吧 所以说兄弟们 杀也是防御牌啊 杀也是防御牌 在你既然你既然杀一刀 明知道杀不死 而且马上就是他动 你为什么不留一张防御牌呢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看下集录像 下集录像 然后叫做口臭组合爆发覆灭大群啊 那这局主视角也是非常有信仰啊 选了的这个口臭组合 没选位也没选无 然后这个直接这个四倍速度 看下我们的这个口臭组合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神发灰样啊 然后我们的阿蒙亮将 然后假许亮将 嘴哥 南眉二亲 嘴哥表示没有数量也要放 玩大嘴也不射不舒服四季对吧 乱舞 恐龙 谁敢留一道风景 乱舞 乱舞 哥哥 飞飞飞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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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飞飞飞 这恐龙不应该给袁组万剑啊 应该把万剑给画头啊 这是一辆红牌啊 这时候保命最要紧啊 真的是保命最要紧 还好暗讲还有一个队友 羡慕吧 这调查也是求稳啊 没有离间 没什么问题 假许这个万剑齐巴没有放啊 这假许还是不错的 这时候这四个群群 感觉已经 非常稳了 非常稳了 真的是非常稳了 主持角还重了个乐 这八二位表现我是个白板 我还没有亮 可能是个魏国的 可是真心感觉很难 这游戏 感觉没什么机会 反正绿蒙还不亮将吗 绿蒙 如果你摸到AOE的话 你都不能打画头的 对吧 撸了一发 大嘴细磨 真的不能放啊 真的不能放的 大嘴真的一发都不能放 放箭很坑啊 真的很坑啊 这个月盈也是非常狠心 我们也救不住 然后月盈 四手亲羊 斜索连环 无懈可击 无懈可击 这没问题啊 斜索连环 你这四个群群也这么强大了 郭家也不会说特别的那啥的 所以说话筒啊 真的是 郭家这个就是什么 恐龙啊 少给话筒 少给话筒 牌啊 你把牌都给话筒不行吗 你给第二台什么就能 优势局求吻啊 什么叫求吻啊 因为这个师傅敢打啊 这个黄月盈打的不对啊 宗里面打的不对啊 为什么 应该先用闪啊 应该先用杖八十猫拍废牌啊 而不是去用真杀去杀 为什么呢 因为一会儿你可能会摸到瓷链呀 或者钻石斧呀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用这个杖八十猫去排啊 这个牌打的不好啊 细节上处理的不好 当然无所谓了 已经我赢了 排这么多的吧 这曹操郭家也是很尴尬 没有办法啊 您不帮他吧 群雄赢了 帮他吧 嘖 他连我自己都收拾了 但是也没有办法 对吧 下一个录像呢 就是叫做 无脑猥琐只能输啊 真的是 自找的啊 真的是无脑猥琐啊 主视角是 来自457号线起发球的哥 iang的朋友发给我们录像 然后160呢 166起手杀了大桥 跳了一个飞舞啊 非常吸引啊 再说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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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盖 大桥说 你不搞166吗 166都杀我了 二张 这时候这个126啊 跳了一个无 无国 你还不出来吗 这三二我在想 如果你是无国的话 你为什么不出来呢 你不出来 你不害怕野吗 啊 人的现实到 无为耳是 大小阴魂一下 不 expertise 精神 人的现实 亦所无时 参与 看一下六号尾 是不是魏国的 懟他 不是魏国的话 可以先杀这个 7号尾 因为有五六剑 可以杀到7号尾 然后居然有人救这个大嘴 那既然你救了主主角人 那你们爱救呢 我就不杀了对吧 你现在大嘴给我丢牌了 我说喜欢救啊 哎 怎么不救了呀 属于取胜了 这个就没有必要跟他打无邪了 中国挺好的 三号尾的无邪可击 三号尾你不给大嘴打无邪可击吗 三号尾可能当然是咒语还没有亮 他不知道自己演了是吧 这三号尾也是苦逼啊 已经加了 老天不住我原家呀 这三号尾就告诉大家 已经四个无国了 三号尾 你为什么不亮呢 有大桥有二张 你还是个陆迅 你还是个核心啊 这陆迅孙策真的是太笨了 真的是太笨了 副将是笨啊 他如果亮将的话 这局如果当时他亮将出来夺势的话 这局游戏他肯定赢了 对面四个人是打过过这四个无国的 这陆迅啊真的是猥琐啊 叫无脑猥琐只能输啊 也的是自己自找的 真的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局录像 下一局录像就叫卫国二打六啊 卫国二打六 这局这两个卫国的将啊 这两个卫国的武将组合 从客观来讲应该是 二打六应该是打不过的 这两个卫国是没有能力二打六的 但是由于他们的先手压制啊 非常非常重要 真的先手优势建立的太 先手优势太重要了 然后夏侯敦抢了首量 然后这个放了一辆A 我们的巡域构加曼西迪峰出来了 小乔 然后小乔弹啊 弹到了曹操啊 弹到了曹操啊 也是最啊 然后小乔这会儿又去弹那个巡域啊 你弹巡域干嘛呢 四张牌大哥 金手 又弹 又他妈四张牌 死凶剑杀 换连弩 小乔真的是自讨虎师啊 自己把自己玩死了 这个五花会救了一下 以以代劳 顺手牵羊 火攻 铁锁连环 火杀 火杀 这火杀还是有点虚的啊 但是应该不是孙策 因为是 但是应该不是孙策 是孙策的话 他决斗的时候就出来了 应该也不是大乔 是大乔会流离到 所以说杀这个小乔挺稳的 因为杀夏侠的话 你看夏侠是个大乔啊 主要有点打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如果在这个铁锁上的话 尽量去杀一个能够稳定杀重的人 然后这个陆迅说先搞这个曹操吧 那你搞吧 本来是个小乔顿 大师 没有什么闭门空间啊 就那边六花我以为的闭门空间 对吧 先开五花风灯 就是一个三块四啊 感觉收益也不是很高 而是打了一张国务线 那就没得换了 赵云黄中 铁锁连环 酒 决斗 酒决斗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距离 那还不如连这个炎梁文丑 或者连大师来个酒雷沙呢 真的 赵云说我距离不够 那也喝酒干嘛 他说我要摆好姿势 给大师撸是吗 这个大师说他空城 为了防驱虎 那怎么着也是先决斗 刚烈完以后再喝酒呀 不管怎么样 这个赵云也是有点二啊 杀了一条大师 大师有个桃子 驱虎 居然驱成功了 那大师好像是再见了 闫莱文丑应该是没有小点 没有大点 落上闫莱文丑 我们看陆迅 这样的话 六个人啊 已经被干掉了三个 现在已经变成二打三了 而且这两个人的状态 还是不错的 而且现在巡运国家 也是蛮小 一会儿可以卖一下 给曹操补点牌 或者说曹操能不能搞个A什么的 远交进攻 其实这个远交进攻 远交赵云更合适一点点 远交陆迅的话 陆迅回头过海的 驱虎7点驱成功了 打陆迅 陆迅 和士 陆迅夺士也不愿意出杀 也不愿意出杀 杀陶陶啊 陆迅说我不是僵尸我害怕死 那座驯的副将谁就不知道了 火攻 这真的银连弯丑银连杀都没有吗 曹操应该先杀一刀郭佳再开判银迹啊 但是曹操可能是没有杀 会差犀利啊 不过迈得有点狠啊 你不害怕羊羊丑把你带飞吗 赵云也是不愿意出杀啊 我不相信赵云没有杀 真的都不愿意出力啊 这些玩家 就在这 就觉得这两个卫国不厉害 是吗 他都已经干掉了你们三个人了 真的周泰 周泰都不愿意出杀啊 那我还能说啥呢 我一锁到最后只能死啊 不愿意出力那就等着被魏国人打死啊 真的等着被魏国人打死啊 驱火啊 炎梁文丑没有死啊 没有杀猪出去 杀 这个大嘴 这个曹桑应该让熊羊自己救啊 人有个头啊 名头 真的是 五号 这刚死了 这个黄中救了一下 火杀 所以我就感觉 有时候感觉 你们 你们等级 你看这三个人等级也不是很高 怎么有那么多想法呢 为什么不愿意出力呢 你们不出力就打我过了呀 这样的话我们的魏力国就获胜了 当然这一级约苏迅 其实还是有点机会的啊 因为他们的状态很差啊 他们的状态很差 曹操居然有个桃子啊 曹操为什么不吃桃子呢 我觉得曹操应该吃桃子吧 自己活到凉血啊 刚才 有两张牌啊 而不是给寻月留桃子 你这么打很危险曹操 曹操打得很危险啊 还好寻月留了一张杀 如果寻月留的一张牌不是杀的话 把寻月打死 你杀一刀就输了你们 真的就输了 这样的话我们的魏力国就赢了 但是最后一刻 其实陆迅还是有机会赢的 为什么陆迅有机会赢啊 因为曹操反菜 真的 你留两张牌留一刹一闪 吃个桃子 或者留两个刹 我觉得挺挺好的真的 没有必要啊 给 你一写一手牌留一桃子 被顺了怎么办 陆迅是有过牌的啊 然后 我们再看